你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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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妩姑娘我们分手吧 你说什么 我说再见 拜拜 你又想找打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的爱情 是不能建立在暴力的基础上的 是 给我个理由 又说过了 在话里 好不好喜欢上别人了行吗 什么 他是谁 给你擦鼻涕的那个 他 他 真的是他 你 等等等等 我觉得我们好像很熟悉 好像认识了几千年 他应该就是我的初恋 不过你也别吃醋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初恋的 就好像你嘴里说的那个雪灵童 那个那个小雪 他应该就是你的初恋 不过你比我更狠 非得强迫我就是小雪 这样你就可以跟你的初恋在一起了 无论是在天上还是在地下 都是我先认识你的 凭什么他就变成你的初恋了呢 不见得所有的事情都非得套用 这个时空这个理论吧 你不会再谈相对论吧 这个你也懂 相对论 是关于时空和引力的基本理论 主要由爱因斯坦创立 分为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 相对论颠覆了人类 对宇宙和自然的基本的常识性的观念 提出了时间和空间的相对性 那么他提出了四维时空 以及弯曲空间等全新的概念 据说相对论创立之时呢 全世界呢 随便怎么找都找不出十个人懂啊 阿妩姑娘 我离开你是非常为难的 有一种牵挂叫等待 有一种爱叫放手 有一种男人天生就是出来拯救世界 舍弃小我 等等 你 在说你 我 呸 你也呸 又来了 又来了 不爽 不爽 行 谁说不行了 其实你心里很清楚 我并不是那种拨清寡异 喜心厌旧的小人 对吗 对啊 这才是在说你了小雪 就此别过 小雪 不要总是说分手 好好的生活摆在眼前 你说习惯了 恐怕有一天 我就真的找不到你了 过来 干吗 干吗 过来 怎么了 你说吧 我到底要护露到什么程度 随便你喽 别弄得好像自己没事一样行吗 我本来就是局外人哪 这 阿妩姑娘 如果有一天你碰到一个心仪的男子 对 闭嘴 我忍你很久了 我告诉你啊 我也知道你也忍我很久了 一直都想打我对吗 有备事来 来来来来来来 我这不好脾气 我来了啊我来 拜托下手重一点 我 快点 梅先生 让他走吧 嗯 你走吧 怎么现在我觉得 我很痛恨我自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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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回去吧 嗯 Skin 瓦раф 音乐 瓦春 我听绿子姑娘说 您 很会吃啊 不但会吃 还很会做呢 天地之间最幸福的事情 那就是做菜了 知道吗 用心去做一桌子丰盛的佳肴 再用心把这一桌子丰盛的佳肴 全部吃掉 那就是最幸福的事情了 幸福就这么简单呀 那你能不能教我几招啊 婉儿姑娘贵为县令的千姬 用得着自己下厨房做饭吗 不是了 我是想学会做菜以后 能够做给自己喜欢的人吃 这就是我的幸福 太棒了 说得太好了 问 至今情为何物 真叫人 口水 横飞 就说这句诗 我也要教你 知道这幸福重的幸福 是什么吗 什么呀 那就是大盘鸡 可是锦哥哥他不喜欢吃油腻的 他喜欢吃 错 真正的大盘鸡 色香味美 口感醇厚 香味浓郁 下肚销魂 真的 仙女厨房每天教你做一道菜 今天我们教大家做的是大盘鸡 首先清洗食材过水 在这个过程中呢 我们要准备一下调料 花椒 大料 葱 姜 蒜 盐 糖等等 等等等等 还有一点我希望与大家一起分享 就是做菜的时候 一定要用心去做 满怀爱意的付出 必然会得到满怀爱意的回报 嗯 虽然现在我已经失去了味觉 但是我对食物乃至食材的那种 那种尊敬却丝毫的没有减少啊 好 说得好 好 好 今天的仙女厨房就到这里 欢迎您下一次同一时间继续收看 仙女厨房 耶 哎 你还没教大家怎么做菜呢 哎呦呦 忘了 呃 这个大盘鸡啊 啊 他们俩怎么走到一起了 婉儿姑娘被赵大人押着来见公子 公子正好被公孙先生拉出去会客 所以 馋鬼就和婉儿姑娘聊上了 你跟婉儿姑娘谈不来吗 不啊 婉儿姑娘挺好的 就她不嫌我丑 而且啊 她还送给我好多胭脂水粉呢 可是 我一想到她要和公子 我就不舒服 哎 哎 打不起精神来 我连笑都不愿意 那 那 你是在吃醋 难道长得丑的女孩就不能吃醋了吗 不不不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我的意思是说 我跟婉儿姑娘不会有什么的 所以你不必吃醋 公子 你在让我放心 你在向我保证什么事吗 不不 姑娘 你千万不要这样想 哎 我现在寄人篱下 官府知道随时会来抓人 哎呀 我根本没有心思去想别的 公子 公子 你完全不用寄人篱下 我们要是像以前那样 也很快乐的 是啊 你这样一说 我也觉得挺好的 公子 那我们走吧 啊 我们走 走 走 走了以后呢 我还没想好 我就是不知道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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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慢点 姑娘 姑娘 你没事吧 你看你这个人啊 长得帅 走路也得长眼啊 抱歉 抱歉 实在对不住啊姑娘 就这么走了 姑娘有何指教啊 起码也得赔个不是 不如 一起喝杯茶吧 本会嘛 姑娘是想泡我呀 还是想讹我呀 交个朋友嘛 不行 刚刚跟一个女孩子分手 痛苦的感觉还没完全过去呢 所谓啊 情场失忆 赌场得意 要不要去那边试试啊 有这个想法没这个闲钱 没关系 闲钱 我有啊 在下景萱 在下 宇珍珍 幸贵 谢谢 谢谢啊 请 请 来来来 开了啊 开了 开了 哇塞 真不是你的钱啊 一点都不心疼啊 生死由命 富贵在天 底盘定输赢 开了啊 来来来 开开 开了 慢着 你还要闲钱 你还有闲钱 接着来 这可不是闲钱 这可是本姑娘的生活费呢 打 打 这兄弟 这儿都开了一天小了 您还压打 甭算卷了 我不 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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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 出去 我就不出去 你没钱 你拿什么赌啊 她行不行 我 这么漂亮的姑娘 你也舍得 她是你什么人哪 她同不同意 我老婆行不行 毕毕毕 无耻 亲生 公子 你好坏啊 打 来来来 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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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姑娘 你到我这儿来吧 去去去 才不 刚才这位英雄 这个倒霉大把你给压了 你还没说我同意 你还没说我同意 锦公子 不要吗 好大的月亮啊 等一下 家要家法独有赌归 本赌场严禁 贩卖人口 董郎 贩卖人口是贩吧 可是买卖昆虫 我看还是可以的 昆虫 好漂亮的昆虫啊 娘子 我们也买一个吧 进去 走 干吗要进去啊 看看热闹多好啊 进屋啊 来来来 来来 等一下 来来来 我就不难为她了 我去用她来抵战 可以啊 来呀 菜头 还真坎呢 对啊 我们又不是素食主义者 菜头 在这儿啊 人家小姐 我看你还是留在这儿吧 你去哪儿啊 没有事儿 借酒消丑 雙人 卑鄙い 素食主义者 我最讨厌这头 是啊 是啊 怎么进来 来来来来 这就是玩吧 没有装的 走啦 没装 来来来 来来 行行行 来 来来来 来来 这这这这 这这这这这 好 各位 来 师父 想想想 各位 请勿大声喧哗 小心捕头 毒 我们可以小毒一情 大毒 发家致富 但是切记不要打架 哦 是是是 我问你们 谁让你们在这儿开毒的 对啊 我让开着 咱们有提成吗 你 我跟你们说啊 一二三 赶快给我消失 要不然呢 我就叫王捕头 爬的爬的爬的 别爬的 真爬的 董郎 你好自为之啊 通过刚才那个故事呢 我们就知道 小毒可以倾家荡产 大毒可能会家破人亡 拒绝赌博健康人生 梅先生 你说那个臭小子 现在究竟在干什么呀 点菜 来了 我提起来 景兄弟 没事吧 没事 你踩到我脚了 来吧 景兄弟 看看想吃点什么 就按这一片来吧 按这个来 去完药 你一个人吗 你吃得下吗 吃饭又不是打架 我一个人吃不行吗 需要人多吗 那好 那就按照这个上 一个人全都要了 你还要不要再加点什么 我想加点惊喜有吗 行了 出来吧 别藏了 五姑娘 梅先生 真奇怪 奇怪 遇上我家姐姐的 好像没有一个正常的 梅先生 奇怪 刚才还没完没了的叮嘱 怎么一会儿就没有动静了 我有心灵感应了 她在我七妹那里点了一桌子菜 还欺负董友那个老实人 我心灵感应了 我可没骂你啊 我真的没骂你 我没骂你 幸亏你现在想什么 我都知道 幸亏我躲得远 要不然小爷 还不继续被你欺负 她叮嘀咕咕的在说什么 是不是在说话呀 好像又不幸啊 五公主啊 心有灵犀 确实在控制监视这个小子的时候 很管用 可正因为如此 我们老得提心吊胆 不知这浑小子 会干出什么样的浑账事情来 现在咱们是不是去帮他买单呢 不用担心 为什么 你不要看他去我亲妹家里骗吃骗喝的 我亲妹看似温柔 小心发起飙来 要他好看 不要吧 要不你们 你们两个还是来吧 至少来帮我买单付账好吗 别 别别别别别别 咱们已经分手了 你们还是别来了吧 没有 我可没想你 真没想你 西红柿黄瓜辅竹小黄鱼 嗯 懂了啊 我出来看看 到底是谁敢点这样的单 哎 那您看完了吗 看完了就把后半篇的菜给做了 好吗 谢谢 哎 嗯 嗯 景兄弟吃啥 嗯 董郎你给我过来 嗯 又是一个个婆娘的 哼 嗯 好吃吗 你要吃啊 我今天晚上就给你打包 还怕他讨单啊 嗯 我告诉你啊 讨单是行 欺负我姐姐盛大 嗯 我要他好看 嗯 给我顶好了 我顶死了兔 哎 哎 怎么了 哎呀 真是笨死了 哪有这么定烧的 要掩蔽 哦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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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哟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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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不好色 还学会那样对女人 哪样对待女人 残忍 冷漠 讨厌 还不尊重人 你知道吗 她居然把我当赌注 太丢人了 像我金蝎也在江湖上 闯荡一千多年了 还从来没有这么被人耍过 完了 然后她就走了 你也没跟着 我是谁啊 我可是金蝎 我可是江湖女侠 又不是什么风尘女子 这只能说明你的演技拙劣 被那个小子看出来了呗 不可能 我用的可是体验牌的方法 来刻画人物的 将一个洒脱娇羞 天真活泼的女孩 刻画得活灵活现的 大姐 你没有偶像派的脸蛋 更没有性感的身材 也没有演技派的实力 不过幸好 你有这怨妇派的执着 从现在开始 你最好给我盯紧了 谁说我没有啊 我有的 打扰 敬英雄 我们认识吗 不认识 但是你是我的偶像 做偶像管用吗 那看怎么说了 比如 当偶像买单 小意思 分分钟 敬拜资 我算是见到了天地间 真英雄 大丈夫了 还是说我呢 对 刚才在院子里 一赌英雄 对待那女孩子的全国城 真是拍案叫绝 如滔滔江水 啥也不说了 来 整一个 那个 你 你不是 他派来修理我的吧 救命 救命 要是按我以前行为做事的原则 我会把你打残 但是现在 我不是以前的我了 我很佩服 你那样对待一个女孩子 其实 其实我也是有苦衷的 要是按照我以前的做事的行为原则 好像也好不到哪里去 你看你 一个青春俏丽的女孩子 仰慕你 明恋你 给你钱去赌 你还要怎样 一个女孩子能做到这个份上 我们男人该怎么办 一个庸俗世俗低俗的男人 肯定就从了 随波逐流 委屈求全了 可是你 英雄对待女孩子 朕算得上是 拉手催花 心狠手拉 不解风情 不解人情 一句话 你简直就是禽兽啊 虽然 虽然我是你的偶像吧 但也请你不要随便骂人行不行 不 我现在 真的很欣赏 崇拜你 你长了我们男人的威风 教会了我如何对待 妙瀚爱情的专制 只可惜 我的心太软了 老大 过来过来 过来快 来来来 边这边呢 边这边呢 英雄 那小子身边的人是谁啊 不用客气 好像还挺有来头的 区区一个奎星 好像我没把它放在眼里 奎星 他就是奎星啊 就是那个 天庭大公主的情郎 对不对 你好像很八卦呀 别忘了 我是来干什么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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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上次跟我说 什么不婚主义者 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哦 就是只注重过程 不苛求结果 不是每一段相遇 都会有美好的收场 也不是每一个约定 都会天长地久 你看 这美好的夏天 很快就会过去 何必执着于某些东西 或者感情的永恒 固定呢 那 那 那我们现在在干吗 聊天呢 啊 啊 啊 我们这算什么 啊 算聊天 来 快点喝吧 来 老板来了 来 以前 我也结识过一个女孩子 好 好 她带我很好 下子再来啊 好 好 走了 她老是缠着你 老问你 说 你到底爱不爱我 你怎么知道 后来你烦了 就跑了 对啊 所以我说嘛 咱俩根本就是一路人 你不一样也是不解 风情不讲人情 蜡手摧花 琴收不如吗 咱们都是一路人 来 都是大英雄 走一个 我跟你不一样啊 我现在 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很想她 我怕别的臭小子 把她给骗了 什么样的臭小子说 一个算卦的 算卦的 就没一个好东西 好 好 有 angle 大小子 一大小子 一梦 这还把你开 上大小子 一时 你不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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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接下来想问什么吗 大概能猜出一些 咨询感情方面吧 对 首先呢 先让我们搞明白一件事情 何谓爱情 两经相悦算吗 算是一个良好的开始 接下来呢 如何在两情相惜的前提下 做到控制一个 乖乖女的心 可是她一点都不乖 而且一直想控制我 如何针锋相对 可是我还没有达到 跟她同一平台 对接的资格 如何四两包千金花 被动为主动 偶像 你都可以开班授课了 偶像毫无施展的舞台 我现在很矛盾 不知如何是好 我很佩服你 对女孩子的无情 可是又不希望自己像你 甚至不像从前的我 好纠结啊 有个办法 马上出门 碰到一个顺眼的 立刻培养感情爱谁谁了 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有 扔硬币 那我先走了 我送送你吧 不用 你继续打你的喷嚏吧 我不打了 那也不用你送了 东方先生 真的是很高兴和你聊天 只是聊天吗 只是聊天 我走了 拜拜 哎 哎 怎么可能只是聊天呢 我们还聊了人生啊 理想啊 爱情啊 和 啊 去 不管怎么说 有幸结识偶像 承蒙不吝刺教 嗯 好说 记得出门把单单帮我买了 没问题 哎 英雄 我看你身手很差 像你这样卑鄙无耻的人 很容易遭人揍的 这样 我教你一套防身之术 话虽然很难听 但是心意我领了啊 学不学 学 哎 哎 怎么样 啊 我的 啊 我的 我这套俯虎剑法 乃天哪心惊所化 在你嘴里 这下七十八 太蒜蠅了 可恶 可恶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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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助我业 怎么样 这回学会了吗 会会会会 会了 会了 老板 结账 我啊 谁 谁 大大大大 偶像 后会有期 后会有期 接着 银子 银子 传说中的银子 银子 银子没事吧 真是银子 老板 打包 那么有钱还打包 打包 还有这个 对啊 银子 银子 你看 我偷听了半天的 董狼 来 坐下我跟你说 来 坐下 董狼 董狼 你觉得大姐是个怎么样的人 我觉得 她是一个成熟 稳重 强悍 的女人 那你觉得大姐她喜欢亏欣哥哥吗 应该喜欢吧 奎欣哥哥救过她的命 可我就是有点不明白 她为什么把奎欣哥哥 逼得那么紧啊 冬狼 嗯 其实吧 这也是一种爱 大姐呢 不是为了要自己的面子 不是害怕在长期的不平等关系中 让奎欣哥哥伤了自尊 男人有自尊吗 嗯 娘子 我觉得还是你好 从来没有给我增加过任何一点点压力 其实啊 哪个女人不希望自己的丈夫能干啊 只不过你 怎么了 没有啊 你都挺好的 只要你专心地疼我 爱我 我就很满足了 娘子 哎呦 人家就是拿两个苍蝇帕儿在那儿比划比划而已 你懂什么 他们壁画的 是天下人梦寐以求的武林绝学 天地心惊 太好了 我去把她抓来 回来 嗯 抓她干什么 别忘了 咱们现在的首要目标 是龙珠 哦 对呀 龙珠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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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不能下手轻一点啊 好歹我也是个女流之辈啊是不是 再说了 你所使的招数都是我的 我多伤心啊 那小子走了 哎呀要不要我陪你去啊 你去做什么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是说 如果老大一个人能搞定呢 我就在这儿敬何佳音 废话 小气 姑娘 你买单吧 啊 怎么又轮到我买单啊 我们点什么了 我们吃什么了 卑鄙的包房你们坐着 上等的好茶你们喝着 不贵 一个时辰一百两 什么 一百两 姑娘不要冲动 你知道我娘子的娘是谁吗 是谁啊 王母娘娘 有后台呀 就知道这家仙客来早晚要关门 来这儿的不是神仙就是妖 没有一个负账的 王母娘娘 这笔账算你的 不用姑娘提醒 在下知道要去哪里 对 就去酒寺喝花酒 小爷口袋里头什么时候这么温暖 再说了 这种感觉太令人神往了 我这就去 反正我从未喝过花酒 没尝过花天酒地的滋味 喂 走错了兄弟 我偏你 是你呀 你应该往南回家 我偏不 小爷我是个很有个性的人 你可别忘了 我是很有脾气的人 哼 知道我知道 我知道 可是我现在有了汤 揪了你 应该问题不大 你要跟我切磋一下 好 请出招 请 你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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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请 我再请 你先出招能死啊 小爷我学着苍蝇十八拍的时候 都是先借招再拆招 苍蝇十八拍 我要领教的 是天地心经之 拂虎剑法 看见老虎就是拂虎剑法 看见苍蝇就是苍蝇十八拍 另外他还有一个小名 记住了啊 什么名 叫狄杀死 臭小子你找死 来啊 好怪异啊 原来草民派也可以当武器啊 二姐 还使得那么出神入化 人间果然是藏龙卧虎啊 臭小子 和我玩真的 接住 哈哈哈哈 三角五的功夫 你去瞎不苍蝇吧 不好 他要受伤了 不准欺负他 是我欺负他 还是他欺负我啊 就算他欺负你 你也要体谅他 啊 他欺负我 他打我 还要我体谅他 他心里有伤 那种痛楚 无法言说 也不能与人说 我 所以你要体谅他 啊 这个人泡妞的手段 怎么那么老土啊 嗯 连个正经的招呼 没打就走了 嗯 那是因为他心里有伤 那种痛楚 无法言说 你应该体谅他 其实我的内心当中 也有伤 我的痛楚 也无法言语 谁来体谅我 你这个轻薄之徒 你宁可同情一个恶徒 也不肯同情一个轻薄之徒 你连是非善恶 都没有分清楚 你哭了 你为什么哭啊 以前也有一个女孩 从来不问青红造白的 站在我这一边 保护 可是我没有在意 现在我多希望 她还在我的身边 继续保护我 帮我说话 那 那个女孩呢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不仅是个轻薄之徒 而且还很没礼貌 你说话各起点啊 你信不信我敢跟女孩子打架 信 不过 你打不过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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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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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